中的两个进球似乎已经让斑马军船的一只脚踏进了决赛的大门 但红魔随后的三个进球让超级皮波的神奇化为乌有 这是一场被人铭记的比赛 但对于殷扎吉这样写入史册却让他久久难以释怀 奇迹的背后总有失忆者的怅然 却只有望着胜利者的背影独自让伤口愈合 殷扎吉说 那一刻他仿佛能感到自己每根神经的颤抖 他第一次因为失利在球场中央流下了泪水 99到00赛季之初 殷扎吉的进球帮助尤文图斯成为了国际脱脱杯的冠军 那一年斑马军团再次向着一甲联赛的冠军发起冲击 超级皮波锋利依旧 在各个赛场上收获了27个进球 无论米兰双雄还是崛起的罗马 都没有能够逃脱殷扎吉的刀锋 第十二轮 他打尽了自己在意大利国家得比中的第一个进球 也是全场的唯一进球 比赛之后 殷扎吉将球衣扔向了看台 球迷的支持如同家人的温暖对他一样重要 殷扎吉是个感情丰富的人 他曾说 当自己看到皮耶罗伤愈后 迟迟无法在运动战中进球 心里会感到难过 于是 将自己创造的点球交给他来主罚 不仅是对内点球手排序的规则 也是帮助皮耶罗重新找回自信的方式 但同时 殷扎吉又是一个有些过于执着的射手 面对进球机会的一瞬间 杀手的天性 让他的眼中只能剩下对手的球门 于是有人说 殷扎吉不懂得配合 殷扎吉太过自私 最有名的当手被人们称作 维尼斯事件的那场比赛 那个赛季第二十二轮 尤文图斯在客场四比零大胜维尼斯 皮耶罗的进球和殷扎吉的单刀破门 让斑马军团二比零领先 但接下来的一个进球 却成为了所谓维尼斯事件的导火索 这是殷扎吉在那场比赛当中的第二个进球 在进球之后 中路位置更好的皮耶罗 因为殷扎吉没有传球 而显得有些不悦 这一次 他们没有像以往一样拥抱庆祝 斑马王子甚至推开了皮膊 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 殷扎吉的帽子戏法 给尤文图斯带来了一场大胜 那本来应该是他成为英雄的时刻 却留下了一串指责和质疑声 紧接着 有关斑马军团双子星不合的传闻 开始建筑爆端 虽然每个人心中都有着自己的看法 但阿尔皮球场只有一个王子 那个人并不是皮波 在榜首徘徊了将近一个赛季的尤文图斯 在最后一轮迷失在了佩鲁甲的庞陀大雨中 卡尔德利的进球 让斑马军团的冠军梦想 随着雨水流逝 殷扎吉没有成为拯救球队的英雄 将荣誉带回家的是他的弟弟 当时效力于拉奇奥的西蒙尼 对于皮波 留在都陵的信念 也在随着雨水渐渐动摇 这是因着